她是谁呢? 为什么人们要为她肃立同向呢? 今天,就让我们一块儿到她的故居去一探究竟吧! 我们好不容易访问到主角的妹妹,陈金莲女士。 从我们的访谈中,我们对这位抗日英雄, 陈毅顺烈士,有更深刻的了解。 最多,尤其是她的族事实是控制, 当时我们是事实本教会, 我们要对这位教会,到我们的面前更新。 她说她的这件事,她的族我们都不知道, 到后来说,不知了,我就知道, 她是一个人在控制, 我们说要八年的控制要成功, 她才会承认这些, 做这些,做这些控制要成功。 香港,在我们台湾人, 就要求民族, 求自由,要奉斗。 陈毅顺烈士,是云林县土库镇, 夏庄望族陈贤先生的长子。 她从小到大,天资聪聪颖,性情沉着。 日剧时代,日本人不许台湾人民学习汉文。 她的父亲陈贤先生,秘密设立汉学书坊, 免费教授汉文,以保存中国文化。 陈毅顺受父亲的影响, 从小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爱民的情操。 在日本残暴的统治下, 台湾人民生活困苦,没有自由。 因此,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, 她就投入抗日的行列。 为了掩护抗日工作的身份, 她混入日本人在香港所办的珠江日报社, 担任记者。 不料,世鸡败露,在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捕, 押解回台北。 她被日本人用铁链锁起来, 关在不见天日的死牢。 三天五天就被捞出来毒打一顿, 常常一天吃不到一口饭, 三天喝不到一滴水。 她遍体鳞伤,不能坐也不能躺。 可是,她坚强的抑制, 必胜的信念,默默地等待光明的到来。 陈毅士被淋略成皮包骨, 连自己的父亲都认不出她来。 临死之前,她坚定地告诉父亲, 我们一定会胜利。 果然,在陈毅顺从容就义后三年, 台湾光复了。 在短短三十三年生命岁月中, 她为国为民牺牲奉献, 奠定了光复台湾的基础, 正气磅礴的精神, 足为我们的典范。 陈毅顺烈士的肉体虽死, 但是,她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